每半年 在雅加達的時候 我也經常去聚會 那我覺得回到台灣之後 我就覺得我們很幸福 因為在雅加達 它不能夠隨便的聚會 因為它是有限制他們 在某一個地點才能夠聚會的 所以我們不能隨便這樣 在自己的家裡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台灣真是幸福 阿妹 感謝主 今年主給了我兩個孫子 然後我也覺得 我應該可以勝任吧 然後我就帶了這樣子 然後到現在 這手不能動 我就下去抱他們說 自己手好不好 然後我兒子說 我可能不行 然後我兒子說 這樣子 好 那我下班早一點 可是偏偏現在的年輕人 怎麼那麼可憐 下班都七八點鐘了 你說他能找到保母嗎 加錢 阿們 加錢 加錢 加錢就沒有 那我就教他 我就心想說 有保母要帶這種小孩嗎 有時候要到九點十點這樣子 我自己就在想 到底要不要帶 到底要不要帶 我一直覺得說 好像自己還蠻強重的 然後 感謝主 我真的覺得 我也有那個 像剛剛那個弟兄說的 軟弱的一面 真的 未來呢 真的還是要仰望死 阿們 再來就是 我來年的負擔就是我的弟兄 阿們 希望呢 他能夠跟我一起再來聚會 阿們 先聚會 阿們 因為 很謝謝那個村民跟那個秋兒 他們一直說 可以去你家 坐坐吧 坐坐了 不要坐下 我一直說 我可以 我先跟我的弟兄先那個 先講一下 河東 香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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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 他不支聲 他不支聲 就代表 莫 莫許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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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覺得他現在有的改變 因為我發現 那天 發現他在看Good News TV 他不能給他太多的壓力 要不然他會退縮 所以來年呢 他就是我的負擔 阿們 謝謝 非常感謝主 讓我知道我有軟弱的一面 阿們 謝謝主